燕巢有三宝 巴勒蜜枣跟西施柚 每到中秋节前夕就是西施柚采收的季节 今年因为风调雨顺 燕巢区在种的西施柚不仅大丰收 果肉更是香甜鲜美 不过观众朋友可知道 西施柚除了是好吃营养的水果外 它的用途还不少哦 现在就带您走一趟果园 听一听农民怎么说 中秋节前夕 所以燕巢西施柚大丰收 果农们一早忙着采收 毕竟忙了一整年就等这一刻 仓库堆满一箱又一箱 准备载配给顾客的西施柚 今年因为雨量下得恰到好处 燕巢地区种植出来的西施柚 各个饱满鲜绿 尤其果肉香甜多汁相当好吃 因为我们燕巢是属于一个 泥火山的客树的土质地形 然后再加上农民的用心的栽培 然后种出来的东西都蛮好吃的 然后它的甜度在保证11度以上 然后它的口感 还有它的所有的品质 吃起来都非常好吃 这样我们才有出品 种植西施柚二十多年的寒鲜法 相当注重柚子的品质 尽管前阵子陆续有台风来袭 但每到收成时刻坚持不愿抢收 因此获得许多顾客的好口碑 这个鱼子如果不够心也不能够 这些东西都不够心也不够心 这些东西都很好吃 这些东西都会釣的 燕巢区因为迷火山地形 种出来的西施柚格外好吃 不过西施柚除了果肉鲜美 它的果皮用处还真不少 那皮可以做清材剂 你还可以浸泡酒精 果皮拿来当作蚊香 除虫剂或是喜碗精 成为西施柚另一项卖点 不过中秋节去柚子是国人传统 随着中秋节脚步接近 西施柚也进入采收旺季 但果农越忙 心里可以说是越开心 港湖新闻 李嘉隆罗绍军财同报道